王一博夏日活力满满的校园风造型引发热议,粉丝们未知倾倒。 王一博再次以极具风格的造型亮相FMTA康师傅活动,令粉丝们未知倾倒。 这次的夏日时尚造型充满了青春活力,不仅让人眼前一亮,还在社交媒体上掀起了一股热潮。 从服装到配饰,每一个细节都散发出清新的青春气息,让粉丝们无法移开目光。 在这次亮相中,王一博选择了一件白色背心搭配一件敞开的外套,展现出既健康又时尚的外观。 深色牛仔裤与白色运动鞋相得一张,配上长链条项链和别致的项圈,王一博真正成为了年轻人心目中的时尚偶像。 他的每一个穿搭细节都经过精心打磨,带来了一种自由、洒脱、充满活力的感觉。 让粉丝们无法停止心动的是王一博造型中的绿色元素,这展现了他对色彩搭配的特别关注。 在第六章照片中,王一博手持一个绿色的陀螺这是一个小细节,却充满了意义,因为绿色正是品牌的主打色。 此外,他在射箭游戏中使用的剑尾也包裹着绿色,而弓箭则是品牌标志性的黄色,再次强调了他对绿色的执念。 这种搭配不仅在造型上完美无缺,还展现了王一博在每个选择上的细腻用心。 第四章和第五章照片进一步点燃了粉丝的热情,因为王一博与绿色的水果合影。 这不仅表明他对这种颜色的特别喜爱,还在时尚与自然之间创造了一种独特的联系。 这些细节为整组照片增添了更多的吸引力,让粉丝们忍不住在各大论坛上分享和讨论。 不可否认,王一博总是知道如何焕然一新并俘获粉丝的心。 这次的造型不仅是一种时尚宣言,还展现了他对钟爱色彩的热爱。 他的粉丝肯定不会错过偶像这次造型的每一个瞬间。 快来观看视频,欣赏王一博在FMTA康师傅活动中的全部魅力和充满活力的时尚风采吧。 成一副山海白发造型太鲜,鼓励那扎也美出新高度,这剧要火。 作为目前在拍剧中,热度和关注度最高的古装剧,成一携手莲花楼主创班底打造的傅山海,无疑是众多古装武侠迷们最期待的作品之一。 虽然整部剧才开拍没多久,但在官方的各种物料发布,以及各种拍摄路透的曝光,却是早已有着极为强劲的市场竞争力,更是被不少网友提前预言,该剧不仅要火,而且要爆。 这部剧山海在近日又爆出最新的拍摄路透,只见成一再度解锁了全新的白发抖力造型,再搭配上一袭白衣,整个人可以说是帅出了新高度,更是颇有几分先锋到鼓之感。 很显然这是成一在剧山海中的第二个人设,角色的属性和设定也是略微偏向于暗黑版本。 就冲着这造型和诸多动作戏的表现,诚意的表现显然又会带给我们以惊喜。 而在剧中担当女主的古丽娜扎,同样也是在近期曝光了相关出妆和拍摄路透。 原本就是古装美女的古丽娜扎,一席淡紫色的古装长裙,搭配上简单的头饰,整个人尽显清新知感的同时,也是美出了新高度。 以目前诚意和古丽娜扎的表现,赴山海未播鲜火,播出闭火显然也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要知道,改编自温瑞安小说《神舟奇侠》的赴山海,是一部融合了穿越、江湖、朝堂战争等诸多元素的古装武侠剧。 整部剧以男主的成长位主线,讲述了其如何在乱世之中,凭借着自己的努力一步步成长位有担当、有家国情怀的大侠,并最终实现了自己抱负的精彩故事。 原著中最为新颖的点,则是在于加入了一定的穿越元素,现代小伙以男主的身份和视野,去体验一遍何为江湖的设定,也是给整个主线剧情注入了非常多不一样的看点,整体的呈现也会更为的精彩。 并且在有着莲花楼的导演任海涛和编剧刘芳的坐镇下赴山海,目前呈现出来的制作水准以及剧情质量,也是让人十分的惊喜,丝毫不逊色于莲花楼。 在剧中担当男女主的诚意和鼓励那扎,不仅古装造型非常的出挑,在剧中的表现同样也是非常值得期待。 特别是男主承意,在剧中更是将一人分视三角,从现代少年,到江湖中不断成长的少侠,再到武艺超群的反派大侠,承意在表演方式和表达上,显然也是将迎来全新的挑战,整体的表现也会再度惊艳到我们。 而除了两位主角外,赴山海余下的阵容中更是还有着陈玉琪、刘孟瑞、徐振轩、丁孝莹、李俊逸、张晓晨等一众老熟人的参演。 不论是戏份比较多的主角,又或者是客串的配角,都是清一色的俊男美女,让整部剧的颜值属性变得非常的强。 因此赴山海是一部要剧本有剧本,要主创班底有主创班底,演员阵容更是颜值、演技、人气俱佳的天花版水准。 再加上诚意目前在古装武侠剧中的影响力,整部剧在完成拍摄并且播出时,无疑将在第一时间掀起新的追剧狂潮,甚至是有望成为古装武侠剧的新王炸。 对此,大家是怎么看呢? 欢迎私信留言,我们一起交流。 赴山海是一部备受期待的古装奇幻剧,而诚意和古丽娜扎的表现,无疑是剧中的亮点之一。 诚意在剧中的白发造型堪称神仙级别,这不仅展现了他角色的冷峻与神秘,更将观众引入了一个充满仙气的世界。 诚意的演技一向稳定,他通过细腻的情感表达和对角色的深入理解,赋予了这个角色更多的层次感。 白发造型虽然看似简单,但在诚意的演绎下,角色的内心挣扎和故事的复杂性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古丽娜扎在剧中的表现也同样出彩。 她的美貌众所周知,但在赴山海中,她的造型设计让她美出了新高度。 无论是华丽的服饰还是精致的妆容,都让她在剧中的美一针都充满了视觉冲击力。 而那扎也不仅仅是依靠外貌取胜,她的表演有了明显的提升,通过细腻的情感演绎和对角色的把握,她成功地赋予了角色更多的生命力和说服力。 赴山海不仅有出色的演员阵容,剧本和制作团队也备受赞誉。 近年来,古装剧市场竞争激烈,但赴山海凭借其独特的故事情节和精致的制作,有望在这一领域中脱颖而出。 剧中精心设计的特效场景,震撼的视觉效果,再加上扣人心弦的情节,都为观众带来了一场试听盛宴。 诚意和鼓励那扎的搭档也给这部剧增添了不少看点。 两位主演不仅颜值出众,而且在表演上互相呼应,化学反应十足。 诚意的沉稳与鼓励那扎的灵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对比不仅增加了角色之间的张力,也为剧集增添了更多的戏剧性。 从目前发布的预告片和剧照来看赴山海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观众们对于诚意的白发造型和鼓励那扎的全新形象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这无疑畏惧集的播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随着越来越多的细节曝光,这部剧的人气也在不断攀升。 综上所述赴山海凭借成亦和鼓励那扎的出色表现,精致的制作,以及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很有可能成为下一部爆款古装剧。 诚意的白发造型与鼓励那扎的美貌不仅畏惧集增色不少,还吸引了大量观众的关注和期待。 可以预见赴山海在播出后将会引发更多的讨论和热潮。 这部剧不仅具备了成为爆款的前置,更可能在古装剧的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成为观众心目中的经典之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